别动啊 在这儿待着啊 乖宝贝 别动啊 别动啊 哎 狗咬人了 狗咬人了 谁咬呼噜了 谁咬呼噜了 我 你们家的狗咬我了 你看看 流血了 不是 那什么 不 呼噜打预防针了 喝什么喝呀 打预防针就可以咬人了 打了预防针 狗就不是狗了 你别着急啊 我那意思呢 就是呼噜是健康的 这个再说了 是狗咬人 还是人家狗人们的 还不知道呢 什么事人们你说清楚 你把那什么说清楚 说响亮点 人欺负狗 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 还不知道怎么回事 是你们家的恶狗 咬了我这个好腿 这不是明明白白 清清楚楚的吗 真真的吗 你还想抵赖呀 你们家的垃圾 见天地放在楼道里 占着大家的地儿 还把你们家的狗 也放在楼道里 什么意思啊 你们家要是没地儿的话 买个大房子去啊 我还正想买一大房子 买个特别大的 这 买去呀 故宫大 你买故宫啊 这 我跟你说 你要真是买了 我招呼 街坊自临的 给你暖房去 但是我告诉你啊 我这个腿 要是万一有什么事 我这辈子我就吃定你了 您怎么威胁我 是我的责任我一定负 但如果是您的责任 这点兜着吧 要不然让马德鲁派车 送你去医院看看 反正还有司机 不稀罕 我自个儿能去 告诉你啊 医药费我会给你留着的 精神损失费 我也会通知你 多少钱再说 你啊还是赶紧打疫苗去 别说我没提醒你啊 万一 万一 咋啦 万一 你咋啦 他们家的狗帮我咬啦